我抽到了耶 我抽超想要的 买盲盒最享受开箱过程 但是大家心中多少还是都有最想要的款式 除了靠着第六感挑选 高手玩家会用这几招 就买一盒而已 量重量 然后我就选了一个最重 然后就抽到隐藏款 店家为了防止涛甲包 会在部分比较轻的公仔盒里面 加装一颗配重壁 把重量尽量分配得差不多 就无法轻易用重量来分辨 还有另一招拿起来摇一摇 靠着这个动作 无论是公仔的高矮胖瘦 或是有没有额外配件 都可以隔着包装盒轻易看透透 对 就是会有两种声音 然后他们就可能会觉得 这个比较散 那有可能是有配件或有零件 实际开出来 摇起来有点零碎声音的 确实就有配件存在 这个声音比较闷 没有多少空间可以摇动 开出来的公仔体积真的比较大 会去摇这个盲盒 它有时候那盲盒里面 它会有一些比较细小的配件 或是零件 有可能太夸张 可能会把里面的东西摇坏 就怕会有些争议 大部分店家都规定不能秤 不能摇 不只是写红字贴公告提醒 还直接把盲盒 全都锁在透明展示柜里 只能用眼睛看不能用手摸 想要哪个直接跟店家说 保持距离阻挡 讨贾包 三选黄远